喂 我的新手机怎么在你头顶里的 看我心到所宝恶厉害 跟着你去 请唱给翻载 在充满诱惑的都市丛林里 准备好搜出你的好奇 惊喜了吗 加入少年法律侧搜队 让你的青春岁月充满勇气 无忧无虑 少年青春无敌 法律不封我你 我是充满证气 希望正义永远在左右的铁熊 我是聪明伶俐 希望帮助青少年解决问题的真真 欢迎收听少年法律特搜队 请你搞清楚 小鱼是我的女儿 她跟我姓 是吗 我就偏偏不让你称心如意 明天我就让小鱼改姓 从此以后跟我姓 你敢 为什么不敢 我告诉你们 我谁都不要 我要跟自己姓 小鱼 啊 王小鱼 你们家这么戏剧话哦 是啊 我跟你说 电视剧的一个清洁哦 在我们家都可以天天看到哦 你想看吗 可以吗 嗯 李小当 以后 我可能 不能叫王小鱼了 啊 为什么 因为我妈说 不想让我爸称心如意 要把我改姓耶 改姓 那你要跟谁姓呢 我们的姓氏可以说改就改的吗 我也不知道耶 铁熊 我刚刚好像听到小鱼的妈妈和爸爸吵架说 要将小鱼改姓 而且提到了姓氏的问题 可是通常我们都是跟爸爸姓的对不对 嗯 我也觉得很奇怪耶 姓氏可以随便的改来改去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耶 难道父母之间吵架 就可以将子女的姓氏改来改去的吗 嗯 还有啊 小鱼的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吵架呢 诶 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卖吗 当然是赶紧的听听看今天的清春法律剧场就知道咯 嗯 我出去总可以吧 站住 你想怎样 这个家都让给你了还想怎样 哼 我想怎样 我倒想先问问你 你把这个家当做什么啦 想到就回来看一下 怎么我和小鱼就这么暗眼啊 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扯到小鱼 整天在小鱼面前说我的坏话 破坏我跟小鱼妇女之间的感情 请你搞清楚 小鱼是我的女儿 她跟我姓 是吗 我就偏偏不让你称心如意 明天我就让小鱼改姓 从此以后跟我姓 你敢 为什么不敢 你 怎么 想打我 好啊 打打看 我就让你永远见不到女儿 妈 妈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吵啦 我不是物品 我是人耶 不是你们想怎样 就可以怎样的 你们有没有忘过我的感受 有没有真正替我想过 我告诉你们 我谁都不要 我要跟自己信 小鱼 小鱼 那不是王小鱼吗 喂 王小鱼 王小鱼 你怎么还在这里等公车啊 要迟到了耶 你还不是一样 我 我又没差啊 我是天天迟到 你可不一样耶 你是乖乖排的好学生耶 当好学生 有什么用啊 又没有人在意 怎么会没有人在意啊 你有爱你的爸爸妈妈 不像我 妈妈跑了 爸爸整天游手好闲 只好把我丢给阿公阿嬷了 嗯 李小刚 你难道没有恨过你的爸爸妈妈吗 怎么没有 我曾经问过阿公阿嬷 他们生下我 为什么不养我 我恨他们 结果阿公阿嬷告诉我 这是我的命 爸爸妈妈不养我 阿公阿嬷会把我抚养长大 还会给我全部的爱 哇 李小刚 你阿公阿嬷对你真好耶 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地孝顺他们哦 嗯 这是一定的咯 虽然我的功课不好 但是啊 孝顺的道理 我不会忘记的 李小刚 我好羡慕你哦 嗯 我有什么好让你羡慕的啊 嗯 怎么没有呢 虽然你的爸爸妈妈 不在你的身边 但是 你每天还是开开心心的 因为 你有爱你的阿公阿嬷 呃我 虽然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但是 他们天天吵架耶 我的家 不是冷得像冰库 就是像火药库 随时啊 都会爆炸的 哇 王小鱼 嗯 你们家这么戏剧话哦 是啊 我跟你说 电视剧的一个清洁哦 在我们家都可以天天看到哦 你想看吗 可以吗 嗯 如果你不怕被杯子打到 或者是被鞋子砸到的话 嗯 可以啊 嗯 我看还是不要好了 不要好了 如果啊 我受伤的话 阿公阿妈会担心的 嗯 我也这么觉得耶 嗯 对了 李小刚 哦 以后 我可能 不能叫王小云了 啊 为什么 因为我妈说 不想让我爸称心如意 要把我改姓耶 改姓 嗯 那你要跟谁信啊 当然是我妈呀 可是 嗯 我们的姓氏可以说改就改的吗 我也不知道耶 嗯 那你自己的想法呢 我能有什么想法啊 跟谁信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我只希望 我的爸爸妈妈可以不要再吵架了 而且 我又不是物品耶 我是人耶 动不动 就拿我当作吵架的筹码 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 我能够体会你的感受耶 当初我的爸爸妈妈不要我 把我丢给阿公阿嬷的时候 我也是这种心情 哎 哎 哎 车子来了耶 哎 黄小云 我现在还可以叫你黄小云吗 我又还没改姓 哦 对对对 黄小云快点上车啦 我们要迟到了啦 嗯 有话大声说 他们怎么说 我是红道国中八年级的学生 嗯 我觉得 可以改姓氏 然后 应该要 看爸妈的决定 有爸妈的决定要不要改 从 妈妈现在从爸爸姓 我是红道国中八年级的学生 可不可以改姓啊 应该是可以吧 只要有经过父母的同意 然后有那个法律上的认可就可以了 欢迎同学们回到少年法律特搜队 我是真真 我是铁熊 哇铁熊 嗯 原来青春法律剧场当中的小云 因为爸爸妈妈感情不好 让他成为父母争夺的筹码咯 是啊 从广播剧当中情况看来啊 嗯 小云的爸爸妈妈有可能会离婚呢 嗯 而且听完今天的青春法律剧场之后 铁熊啊 我的脑袋当中出现了许多疑问呢 嗯 小云的妈妈说 为了不让小云的爸爸称心如意 要将小云改成跟妈妈姓 嗯 子女的姓氏可以说改就改吗 嗯 还有啊 子女啊 从父姓或者是从母姓 会影响到父母对孩子的侵权关系吗 嗯 不晓得我们国家的法律啊 对于子女姓氏的选择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呢 哦 哎呦 我怎么想都想不通耶 头好大哦 哎呦 铁熊 既然想不通哦 就不要想啦 哦 因为 你的头 已经够大了 哎呀 真的 秘密 秘密 好了 关于法律的问题呢 当然请法律专家来告诉我们了 嗯 所以同学们 现在就跟着真真 还有铁熊 一起前往法律会客室吧 走 欢迎同学们来到法律会客室 今天来到法律会客室的专家是谁呢 他就是会胜国际法律事务所的周建财律师 周律师呢 也是法律辅助基金会的律师群 周律师你好 周律师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周律师 哇 周律师今天的青春法律剧场呢 谈到的是子女姓氏的选择 我想不知道同学们会不会有这个疑问呢 到底我要跟爸爸姓还是要跟妈妈姓呢 其实我们好像通常啦 就是出生之后基本上是跟爸爸姓啦 不过在法律的规定上到底这子女的姓氏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 有的在民法第1059条的规定是说子女的姓氏 各位同学的姓氏是由爸爸妈妈共同决定的 是共同哦 对共同决定的决定在什么时间点呢 就是报户口的时候 要在护证那边用书面 父母用书面约定子女是从父姓还是从母姓 当下就要做决定了 是 其实珍珍会以为说这个没有特殊的一些规定的话 其实孩子去报户口的时候都是跟爸爸姓的 从父姓的观念是大概是属于10年前修法前的 当时的规定是说就从父姓 可是因为社会的演变 两性平权 而且事实上有需求 所以会改成说 子女的姓是由父母共同决定 是不一定当然从父姓 也不一定当然从母姓 在子女报户口的时候 就可以约定是从父姓或从母姓 所以周律师我们就知道说 刚刚提到了 其实子女姓是的决定了 是从父姓还是从母姓 还是共同决定了 那是历经了一些的改变了 对对对 所以只要共同决定的话 不会有一些的纷争 有纷争也有解决的机制 像刚刚所提到的 在报户口的时候 就有父母双方决定 通常到户政面前的时候 都已经决定好了 万一真的不行的话 怀疑规定就抽签吧 真的啊 抽签没有错 就是如果这个爸爸跟妈妈双方说 不行 跟我跟我跟我 好没办法决定的话呢 来啦抽签最公平 抽签最公平 这样子哦 这是明法第1050决条 第一项的规定了 余护正事务所抽签决定之 哦 这样子 不过我想大概不会啦 通常去报户口的时候都会决定好 小朋友是跟父亲还是跟母亲 那请问律师 那小朋友或者是子女们啊 他们到底到几岁以后才可以自己去决定呢 20岁 20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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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也是法律的规定 那在20岁的时候 子女可以自己 成年呢 可以自己决定是 继续从原来的姓 还是说你要改姓 是可以的 哦 所以周律师 我们国家对于成年人的一个规定的话 他的年龄就是 20岁是成年 还是18岁是成年 明法是20岁 明法是20岁 对 20岁是成年的 哦 所以20岁以后呢 我们的孩子们就会 就可以决定了 我到底要跟爸爸姓 还是要跟妈妈姓 嗯 没有错 那我可以一直换来换去吗 不行 是哦 比如说我20岁买的时候 我想跟妈妈姓 可过两年的时候 嗯 我觉得我跟爸爸姓比较好 我要再换一下 不行啊 对 法律规定只能改一次 只能改一次 是 对 那就跟改名字是不一样的哦 改姓跟改名 哦 改名的话呢 因为特殊的原因 是 有些规定是说你可以改 哦 那基本上是可能改两次 但是有更特殊的原因的话 你可以继续改 可是姓不行 姓只能改一次 真的啊 对 他没有任何一个特殊的原因 再改姓吗 再改姓 呃在姓名条例里面 有特别规定是说 你跟那个 同一个工作处所的人名 完全一样 是 哦 可以改姓的 可以改姓名字的哦 哦 可是原则上呃呃呃改姓的部分的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是嗯 就是你你你你跟爸爸新婚 就是你你跟爸爸新婚跟妈妈新的就只能够改一次 成年之后只能改一次 只能改一次 但是但是如果这个爸爸跟妈妈又有另外的婚姓 你跟着嫁过去的话 你跟着嫁过去的话有可能可以再改了哦 那如果说你成年了 然后你的那个跟着那个各自离异的父母去成立新家庭的话 需要跟呃新成立的家庭的的父母去那个姓的话 你可能有另外的规则 哦 你可能是必须被收养 哦 因为你跟新的爸爸妈妈 是没有血缘关系 没有血缘关系的 那你你就不符合姓名条例里面要改姓的一个内容 哦 哦 所以它是不同的层面 不同的层面的 不同的层面的 所以改父或改母的姓 必须是法律上的父母亲你才可以改姓 嗯 可以从父亲或从母姓 是 那新成立的家庭 那是另外一个一个父或母 是 那你要改那个父或母的姓的话 你需要有特殊的原因才可以改 收养是一个方式 是 了解 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跟你有血缘关系的父母 那你在姓氏的一个决定权的部分对不对 以我们国家的法令规定的话呢 现在呢是共同决定的 就是爸爸妈妈在报户口的时候 你讨论好了 这个孩子要跟爸爸姓还是跟妈妈姓呢 但是孩子们呢到20岁的时候 你就可以决定你要跟爸爸姓或跟妈妈姓 但是呢只有一次的决定圈 不能随便乱改好不好 是的 是那如果像今天的广播剧当中啊 这个小云呢 他未满20岁啊 那可是呢 他今天遇到了一个问题 他说因为他的父母离婚了 然后如果他的父母就对他讲说 你要跟我姓 爸爸很坚持说你要跟我姓 然后妈妈也很坚持说 小朋友要跟他姓 可是在这过程当中呢 小云啊就很可怜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请问律师 小云这时候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 小云可以 他状况应该分成两个 他很小 还没有办法反应这个问题 那律师这个时候按摩能处 那如果小云他已经开始承受懂事的时候呢 律师会建议小云 像爸爸妈妈妈说 大人的争执 不要造成小孩的负担 因为在律师所常常看到的案例里面 这种的事情 改姓 甚至监护权 或是说小孩子住管教 或是共同住所这个部分 可能都是父母争执下的一种 牺牲品 或是这种借口 那筹码 对筹码 他已经不再是一种 真的为 当为这个 小孩之间最大利益的考量 而是一种筹码 这可能对小孩不好 那小云这个时候 可以很善意的跟爸爸或妈妈 表达自己的一个意见 说请爸爸妈妈尊重自己的选择 不要让自己成为父母之间的一个夹心饼 或是说造成自己的困扰 是 可以参与的沟通 是真的 没错 其实爸爸妈妈 如果真的婚姻关系 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还是要维持自己的孩子 最大的一个利益 对不对 要以孩子最大的利益 为这个考量点 那周律师 如果姓氏改变的话 它会影响到爸爸妈妈 也就是父母对孩子 应有的一个权利或是义务 不会的 因为它只是姓氏的改变 那小云 它还是属于父母的未成年子女 那依照法律规定 父母对小孩 小孩对父母的所有的权利义务 都还是一样的 互相照顾 然后养育 教育 这个都是没有变的 是 那如果真的父母在这个 谈这个孩子的一个 可能彼此双方的一个 婚姻关系的存续问题的时候 然后呢 孩子又变成了一个筹码 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争执过程当中 那孩子要有重复性 或从母性 最后的一个关键点 还是有法律来做 做这个强制的一个判决 分两个层次 如果父母可以合议 书面合议去改的话 这是可以的 就延续刚刚的话题 只要父母书面同意 才是可以改姓的 但是注意 20岁之前只有一次 那如果父母针对改姓的问题 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共识 然后呢 希望改姓的那一照 坚持要改姓的话 那他只能依照民法的规定 向法院宣告 变更子女的姓氏 因为双方谈不拢嘛 对的 然后当然 那前提不是想改就改 但一个大前提是在于说 为子女的利益 向法院请求宣告 把子女的姓氏改过来 所以法院在判决这个部分的时候 也会考量到孩子最大的利益 然后是不是 你的请求 是不是合乎孩子的一个最大利益 才会考虑你要不要改姓 孩子要不要改姓 对 而且法律里面 特别规定几个点 是作为一个改姓的一个 一个审查的点 就是父母一方显然没有尽到 保护或教养的义务 或者是说父母一方 和双方生死不明 已经满三年了 或是父母一方有缘死亡 这样子 被申请改姓 改姓 这是一个法院通盘考量 要宣告 并跟子女姓氏的一个 那个前提或是要件 那不晓得说法院会不会以说 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了 那要离婚了 然后呢 监护权 孩子的监护权判给谁 那这个孩子就跟谁姓 会有这样子的考量点吗 不会的 因为监护权的归属 只是子女的照顾 对 那子女照顾以外 姓氏的话 这变更还是要回到原来的 那个民法的规定 有监护权的一方 也许不跟你的姓 那如果有监护权的一方 如果要希望 这个小孩子跟我的姓的话 一样要透由协商 或者是法院判决才能够变更的 或者是用领养 收养吗 收养 收养这个部分是针对没有协同的小孩的部分 所以自己是有嫌疑关系的 就不会谈到收养的一个部分 对不对 另外周律师你刚刚提到就是 我们在姓氏的改变的部分 孩子们可以自行做决定的就是 二十岁以后 也是自行做决定可以改一次 对 那二十岁以前的话呢 是也是可以改一次 这是由这个爸爸妈妈 或者是这个法院来做判决的吗 对改一次 这是法律规定的 那就是可以改 改姓氏就是那个两次 对 二十岁前后各一次 各一次没错没错 我相信法院会这样 约束改姓的一个次数 最主要是要稳定 因为你只能改两次 因为不是姓跟爸爸姓 就是跟妈妈姓 对 那不可能姓第三个姓 对 所以其他有字的 这个立法的原因可以去考量到 就是为了要让姓氏这件事情稳定下来 对没错 所以周律师像故事当中的小云的妈妈 因为她说了气话 她就说 她将小云改姓 从此跟她姓 这真的是气话 因为这不是由她来做决定的 不可以的 这是气话 然后律师不建议各位家长 在生气的时候讲这件事情 因为会造成小孩子的心里面的一个创造 说怎么把我当宠马 把姓氏当宠马 但是必须强调是小云的妈妈 擅自把小云改姓 这是不可以的 回归到两个点 第一个合议跟先生合议 或者是有特殊的原因 申请法院改定姓氏 这样是可以的 所以她单方面的 我自己到区公所去办这个 护证事务所去办改姓 其实那个工作人员也不会接受的 不会接受的 因为她这种行为应该有犯法的嫌疑 对不对 基本上她有犯法 而且柜台她不会接受 如果说直接到护证事务所去要改姓 护证事务所就会先审查 这小朋友是不是成年了 没有成年的话 那爸爸要一起来写个书面 改姓才可以的 因为有那个合理的申请的程序 申请的程序不符合 所以就会被打回票 所以在气头上 有时候真的说的话 真的是 不够理性 不够理性 还会伤到孩子 那最后呢 我们还是请周律师 对于同学们 如果面临到了爸爸妈妈 或家里的长辈 因为要他改姓 改母姓或改父姓 引起家庭纠纷的时候 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 为同学们做个建议好不好 这个爸爸妈妈 在争执的时候 通常都在气头上 那同学们如果可以避免 这个争执的一个气氛的话 律师会建议各位同学要避开 这个氛围 这个风头 如果说真的不得不去 回应父母的一个要求的时候 我会给同学们建议是说 很诚恳的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建议说 这个问题不是小孩可以解决的 然后如果要改姓的话 其实也不是我可以解决的 请不要把我当成 小孩当成是一个筹码 或是生气的对象 那如果大家真的 这么重视小朋友的话 重视同学们的话 应该请爸爸妈妈妈 以小孩子最大的利益的考量 生活教育保护的最大的目的 来处理家长之间的争执 爸爸妈妈之间的争执是最好的 而且同学们也千万不要加入这个战局 如果父母在吵架的时候 不要嫁进去一起吵 反而是尽量可以避开 或是能够诚心的劝导爸爸妈妈 有时候反而是小孩子的话 爸妈会比较听的 对那这个部分提醒 律师提醒各位同学们 可以注意这些事情 而且甚至各位同学都可以当 这个家庭问题的一个解套者 也是问题 没错 我觉得周律师刚刚说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有时候家庭当中 难免有一些的纷争 但是孩子不要忘记的 你不要介入这个战场 对不对 就算爸爸妈妈不能够在一起了 但是他们永远是你的爸爸妈妈 那所以爸爸妈妈在处理自己的感情 跟婚姻关系的时候 也不要忘记了 孩子是一个人 他不是物品 不是一个东西 他不是筹码 对不是筹码 都要站在爱孩子的立场 来这个做最大的一个利益考量 好今天非常谢谢周律师 给同学们做的正确提醒 还有建议 谢谢周律师 谢谢律师 谢谢各位同学 爱的小兵 大家好 我是学生辅导资商中心的社工师 我叫志纯 今天来跟大家谈的主题是 父母的冲突与我 相信大家对于这样的主题一定不陌生 因为不论关系亲疏远近 我们一定都曾亲身亲厌 或看过关系中的冲突 而家人间的关系 因为如此亲近 并且相互在乎 因此在沟通上更容易产生冲突 如果你发现自己看着父母亲的冲突 会感觉到难过 紧张 烦闷 无力 甚至愤怒 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 就像故事中的小云一样 我们只是关心父母 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已 不需要责怪自己 其实父母间会因为很多事情而产生冲突 我们不能理解是很正常的 因为父母间的关系与冲突 有许多部分 我们是没有参与到的 也因为这样的原因 这些在父母关系间的冲突跟问题 只能父母两个人自己去解决 身为孩子的我们 并没有办法去干涉或改变 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其实我们能够做的就是 好好照顾自己 当我们有情绪时 可以采用适当 且对自己有帮助的任何方法 来输解情绪 可以试运动 听音乐 写日记 画画 或暂时离开情绪现场等方式 但如果感觉到自己无法处理或面对时 依照民法的相关规定呢 现在目前子女的姓氏是由父母自由约定子女的姓氏 在办理出身登记的时候呢 拿父母双方的约定书来办理 如果父母双方相持不下呢 可以在护证事务所里头抽签决定哦 没错 在改姓方面呢 20岁以前哦 父母可以约定改姓 那20岁以后的话 子女是可以自行决定 你要重复姓还是母姓的 但是啊 不要忘记了 医生只能够改姓一次哦 那除非有些特殊的状况 比方说 当父母其中一方没有尽到保护或是教养义务的时候 像是对子女家出严重的家庭暴力啦 性侵害 或是其他各类形式的暴力行为 或者是有明显的持续 没有尽到抚养教育等义务的话呢 法院就可以依照父母一方或是子女的请求 来宣告变更姓氏哦 是的 爸爸妈妈千万不要拿子女的姓氏 当作夫妻之间吵架谈判的筹码哦 这样子对孩子是不公平的 也会伤害到孩子的 就像今天青春法律剧场当中的小云说的 哎 他并不是物品 他是人哦 嗯 没错没错 少年青春无敌 法律不放我你 我是充满正气 希望正义永远在左右的铁熊 我是聪明灵灵 希望帮助青少年解决问题的真真 欢迎想要认识法律 以及想要知道如何透过法律 来保护自己的青少年朋友 还有关心青少年朋友的爸爸妈妈们 记得哦 一定要准时收听 少年法律特搜队 让我们一起来 hold住法律知识 创造无往不利的青春岁月 少年法律特搜队 任务成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